明嘎喇叭 你过得好吗 明嘎喇叭 欢迎收看北溪八滴 我是Tommy 我说真的有很久没有哭过了 就算是看感动的电影 我最多也是 比酸眼眶泛泪 然后龙哈龙哈那一种 但是没有眼泪不会滴下来的那一种 这几年来真的没有哭过了 然后昨天看了一个MV 王明志的明嘎喇叭 哇 就哭哭了 我老婆看到我哭了之后 她也觉得很奇怪 她当然也是感动的 但是因为她很久没有看我哭过 然后她就问我 你哭的点在哪里 那其实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整个的情绪跟感觉 是非常复杂的对我来说 在我还没有讲我的感觉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MV的话 那我建议你 先去看王明志的这个片子 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再去看这一首MV 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觉得 有点感伤 有点感动 那说回来 为什么我听的这首歌 我会哭呢 其实有几点 第一点 当然这首歌本身就是很催情 不是催情 本来就很催泪 所以整个歌曲的氛围 都会让人觉得很悲伤 第二点就是 离乡背井 我也曾经 离乡背井 去到外国打工 做了一年多两年 当然我比较好运的就是 我薪水还不错 我住宿的条件非常好 然后同事对我也很好 然后每个我的高层都对我非常好 所以我这那一边的条件 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总会想起你的家人 想起你心爱的人 不在你身边 然后其实那个晚上 那种思乡情缺的 那种心情是非常的难熬 而且也是故障难免的 就连我这种住宿环境啊 薪水那么不错的人 我在外国我思乡的那种感觉 也非常的难熬了 那何况是一些 来到我们国家打工的外劳 然后居住环境又那么的差 他们的人生 不是我们这种幸福的人 能够想象得到 是活的多么的痛苦 然后第三点就是 被限制自由 我也曾经被限制自由过 两个星期左右 那个时候 就在今天年头 我生了一点小病 然后就进了医院 进了政府医院之后 很正常的 他们都会从头到尾 把你检查一遍 让他们觉得没有事情了之后 然后才放你出院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两个星期 我在医院里面 就是从头到尾被检查 然后待在医院两个星期 当然病房 没有像牢房那样的恐怖 那样的气场 但是也是没有自由的 你不能说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绝对不可以 你的活动范围 就只有在病房的范围里面 你每一天只能等待 探病时间 家人啊 老婆啊 来看你 所以那个时候 两个星期非常难 你不能去哪里 你什么都不能去 然后你想想这些外老 他们工作辛苦 被欺负 没有薪水 薪水很差 然后到最后 还要被拖薪水 然后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拿到 还要被拒命 被告发 然后被检举 然后被送进监牢里面 然后完全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会不会被遣返 如果真的能够被遣返 那还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根本不知道自己 到底会不会被遣返 在监狱里面 又恶病缠身 又被传染到 那些传染病 然后到底自己 还有没有明天 根本都不知道 到底还能不能见到自己心爱的人 心爱的家人 也不知道 在家乡的心爱的人 或者家人 能不能看到他们的一面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种鼻香飞进 见不到心爱的人 这种在外工作的 这种所有的情绪 当我看完这个明嘎喇叭的MV之后 我就所有都爆发出来 然后你会觉得他们也是人 他们跟我跟你一样都是人 他们不应该这样被对待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我今天就拍了这个片 那为什么我要拍这个片呢 那大家都知道 黄明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艺人 网红 YouTuber Whatever 然后我只是一个刚刚冒出来的 做美食的 艺人 网红 YouTuber Whatever 总之黄明志一个影片的浏览率 都是我整十多个影片的浏览率的总和 黄明志是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一个创作者 然后有一些作品我是不认同 也不欣赏 也觉得他思想太过编辑 太过做法太过极端 但是他也有一些作品是我非常喜欢的 比如是 不喜欢黄明志这个人 所以就永远不看他的片子 我希望我拍这个片子 会让这些人看得到 就是说 如果你不喜欢黄明志这个人 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他拍这个影片的动机 所以我知道这首歌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对的 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刻意 看到这个影片的人 或许里面有一些人知道要怎么样帮助这些外劳 有能力可以帮他们脱离这个困境 所以我今天就拍了这个片子 我也希望用我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 我自己一点小小的影响力 让这个影片宣传出去 让命干喇叭这首歌 给更多人知道 在这个社会的某个角落里面 有着这么一群可怜的人 他们是非常的 又或者让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去取缔或者杜绝这些 不法雇主 引进这些非法外劳 然后利用他们去赚钱 赚完钱之后 然后再用一些不人道的手法去取报他们 把他们抓进监狱 然后让他们自身自骗 这些非法外劳他们其实没有错 他们可能很多都是被骗来的 然后他们只想要做的一样事情就是 赚钱 然后回去过好的生活 给家人或给爱人过好的生活 他们绝对不应该遭受到这样的对待 如果你也想为这一般可怜的人做一些事情的话 也希望你讲过这个影片 或者是命干喇叭这首歌宣传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或更多人听到 如果你想要这个影片 记得like一圈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 然后旁边这边有个叮咚 按下去 有最新的影片 你会最快知道 戒指天巴黎 这是最后托付唯一愿望 i know you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